兄弟 一路走 亲爱 羽亮 你要记得 你的爸爸 是一个抓坏蛋的大英雄 好吗 我宣布 根据刑法第234条 屠名伤人致死 罪名成立 判处屠名死刑 缓期执行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坏人 不要抓我你个好人的啊 我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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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 哇 妈 怎么了 做慌慌了 妈 我没事 你赶紧去睡吧 您也早点睡啊 嗯 我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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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复 去吧 哥 哥 哥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家人的 好了 妙娃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来了 来了 爸 一会儿啊 我跟你一块儿出门 我去看看孩子 你身边也关心一下方田 他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也不容易 万一有什么困难呢 就把孩子接到咱们家来 爸 妈 我有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说吧 我们是快要毕业了嘛 为了工作的事儿啊 那你是想读研究生呢 还是想怎么 我想考公务员 嗯 公务员好 公务员好 我要做警察 不行 为什么呀 爸 妈 我是认真的 我真的想去做警察 你哥 妈 你哥才走 除了警察 你想干嘛干嘛 妈求你了好不好 啊 当初哥哥做警察 不也是你们鼓励的吗 爸 你从小就教育我们 一定要伸张正义 做一个勇敢的人 可你是女孩子 这跟男孩女孩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有那么多警察 都是女的吗 可是我再也不想我们家出警察了 爸 你就答应我吧 爸 别让你妈难过了 这事儿先放一放 待会儿啊 你陪你妈去看看嫂子 行了 我先走了 爸 爸 放哪里 这个放哪里 妈 我还是想自己带孩子 你跟婷婷有空了 过来帮帮我就行 妈 嫂子肯定守护到孩子 嫂子 要不你还是搬到我们那去吧 这样我们照顾起来还方便些 对对对 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算了 搬过去也会影响你们的生活 反正咱们住的也不远了 方田 你是个好孩子 可就生命不好 看孩子还这么小就 可就算怡神不在了 我们还是一家人 嗯 你要是不嫌弃 以后就是我们哪家的女儿了 这一辈子 我们都是一家人 妈 妈 咱们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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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天天 啊还没睡啊 嗯就睡了 妈你还没睡呢 你还问我呢 把牛奶喝啊 看什么呢 没什么 妈 你本来说还是很 为什么不听话 妈不想再失去你了 你不能当警察 你怎么就是不听我的话呢 妈 又在吵什么呢 爸 如果所有的人都害怕牺牲 所有的父母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警察 那谁来保护我们 谁去抓坏人 如果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坏人都逍遥法外 那我们都去当坏人好了 爸 你当初为什么要去当警察 为什么要让哥哥去当警察 爸 我是你们的孩子 也是唯一的孩子了 我想像哥哥一样 爸 爸 你们就答应我吧 哥哥是榜样 也是我们一家人的骄傲 好 弟弟长大了 他想做什么 就由他去 父母 父母 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 你说你要当警察 是 拦得拦不住 当警察很辛苦 也很危险 常常是照顾不了家里的 你要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 行 我们现在正在招人 你是音乐家属 我们可以优先考虑 不 王叔叔 我不想因为哥哥的荣誉 让自己走捷径 我想跟他一样 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 我今年考不上 明年考 明年考不上 我后年再考 我相信 我一定能考上的 好 有骨气 老弟 看看 你培养的好儿女啊 哥 你看我穿警服的样子 帅不帅 是不是 比你还帅 儿子 你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佑你妹妹 保佑她平平安安的 你哭什么呀 很高兴啊 turkey 好 还有什么颜色啊 哪里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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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留在这儿陪我们灵灵 照顾你 我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体这么差 你啊 就是平常太累了 太辛苦了 这抵抗力都不好了 嫂子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 要不你还是把灵灵 送到我们那儿去吧 你说你还不到三十 以后怎么说 也得找个人陪你吧 嗯 我现在 只想灵灵借钱康康长大 其他的 什么也不想 也没有心思想 但是你呀 工作之后就要变辛苦了 要不我要是看到合适的 我就给你介绍介绍了 嫂子 我在说你 那怎么说我身上了 真是的 跟人家玩 不理妈妈 你还想让你看 你钱还没付完啦 你咋子 你们老太不说你八九千金 我钱付了你说是块钱金 有你能够住生意的吗 对不起 老太太不晓得价格 你还应该给我四九钱 你不该就不能走 咋子 你再来我报警了哈 你一报警 我还要报警 不该 走啊 走啊 都是不该 走啊 你还不讲给你啊 喂 主规中心 啊 我们现在在和谐路 啊 啊 好 好 行 什么情况 主规中心来电话说 前面菜市场 几个大妈为了四毛钱 吵起来了 就为四毛钱 你也知道大妈嘛 嗯 兜兜气 赶紧去看看吧 人都报警 走吧 什么 什么 今天你不晓得 他们还采不拿钱 太不讲道理了 你肯定没无法算不得账 买出钱还想帮回妈的 这个钱都是不得给你 你别给老人也不得买给你 有什么你们好好说 不要想啊 给你给钱啊 哎呀 哎呀 干嘛 没事吧 哎呦 阿姨没事吧 哎呦 没事吧 你为了他四毛钱何必呢 哎呦 哎呦 我干嘛 我干嘛 你为了我 二毛钱何必呢 我都在要买几乎 我都在买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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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买几乎 都不知道 什么事 生不得 今朝处都我家老子生病了 全家都靠了太大生活 他就一招 两千块钱就出去了 我家老子就拿了两千块钱 天哪 大妈 大妈 不至于 凡事想办法都可以 你别哭了 这钱我帮你想办法 怎样 你说这事 是谁传到所长人堂里面去的 一会儿 指不定怎么批咱呢 你俩可真行 自己倒铁钱 我们也确实走访了一下 他老公得了肝癌 儿子还在读书 这平时抽不了身的时候 就是他婆子妈帮他去看他 那老太太都八十多了 老是犯糊涂 这卖错菜 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俩大妈 就是相互斗气 谁知道拉扯中出了这等的事 也怪我们 应该早点去现场 我一开始以为 就四毛钱 能出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 小事 人民群众的事 哪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啊 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仔细 细致 把一切防患于未然 是 是 行 那你去吧 什么 白手的你这水衣服呀 是啊 这警服啊 我都穿了三十多年了 是有点舍不得呀 哎呀 你呀 现在就应该好好享受退休生活 这样 我这个心啊 才能够松下来 是 啊 这警察呢 也是烦人 你都干了这么多年了 腿脚都不利索了 就坏人都追不上了 是啊 人老了 不负老不行啊 你呢 就在家里种种花 养养鱼 下下棋 就抓坏人的事嘛 交给我们就行了 行了 别别都太嘚瑟了 哟 肯定是我孙子回来了 来了 来了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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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错 来啦 来啦 这些学习怎么样呢 不错呢 上次还考了个满分 哇 我天天这么棒啊 这个天爷长高了 哈哈 哈哈哈 哎呦 真的跟着掌心生动了 啊 对啊 坐不住 喂 领导 这大周末的给我打电话 该不会给我安排什么差事吧 接受采访 我哥走得太突然了 直到现在 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 好像哥哥还在我们身边 现在你一层所在的派出所也被评优了 那我们也是听说你哥哥的凯恩事迹 想把他真人真事改编成一档节目 好 孩子的话知道他爸爸是英勇牺牲的英雄吗 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没有告诉他 跟他说 爸爸是去外地出差了 现在孩子长大了 瞒不住了就跟他说了实话 那你嫂子呢 他还是一个人吗 我嫂子一门心思全在孩子身上 没有考虑过个人问题 那当年那个歹徒是被判死刑了吧 他一开始判得死缓 后来在牢里经过几次减刑 最后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我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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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就是第十年 爸 回来了 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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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末是年年生日啦 咱们怎么给他庆祝啊 要不咱们一家人出去吃一顿 哎呀不啦 你看啊现在这个疫情啊这么严重 咱们就得加持吧 我让你妈弄两个好菜 哎到时候你给灵灵买一个她最喜欢的草莓蛋糕 行 哎对了 今天记者采访你都说些啥呀 就是问了哥 当年牺牲的一些具体情况 哦 那天咱们准备给灵灵过生日呢 你看你哥这一走都十年了 哎 爸 你说咱们给灵灵准备个什么生日礼物啊 啊 咱给她买一个平板电脑 让她学习用 这个好 那明天我下班之后 我就去逛逛 行 来我们开报纸 别忘了啊 别忘了啊 我要报 我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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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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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吹蜡蜡 好棒啊 娘娘 学了什么愿呀 我有点想爸爸了 我想在梦里见见他 灵灵 爸爸会一直在天上看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开开心心的生活 好吗 对 我们今天开开心心的长大 灵灵的愿望 肯定能吃些 来 爷爷给你切蛋糕 来 我们切蛋糕了 太开心了 姐姐 姐姐 你先回家 我给你妈说点事 好 谢谢哥哥送的礼物 那我先上去了 慢点啊 好 婷婷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那天记者采访我的时候 问我 童饼有没有看武器 嫂子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现在谁都不能再出事了 你哥哥一定会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的 行啊 连连还在家呢 你赶紧上去吧 好 回家注意安全啊 嗯 大哥 帮我收了 这次存租还可以 行 我马上就过来 好像你说这个会还挺重要的 那些老神仙全请分 那这回就看看嘎 站住 我马上就把友交错哎 好 你 appl Ground 递 按做 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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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他这个手包扎完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伤口还是有些深 给他缝了三针 等一下还要打针破伤风 基本上是换药 还要打针呢 我从小最怕打针了 笑什么笑 你当时用手挡刀的时候你不怕 你现在打针你怕了呀 嘿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这一道为谁挡的呀我 是是是 你是大英雄 那你是不是要补偿我呀 说呗 要吃什么 我要吃火锅 你先不能吃火锅 记心了 换别的吧 别的也行 我说 很好 这次啊 你们可是立了大风了 你们说的那个王老六啊 是个自毒贩毒的毒贩 人称六哥 光缴获毒资就有十五万 自制冰毒八百克 谁知道 一个普通巡逻 能寻出来一个六哥呀 运气 运气 干嘛 你小子还顺干爬 翘尾巴了是吧 没有没有 这 再接再厉 再接再厉嘛 这次行动 我有失误 多亏了陈俊 他手术伤 也是因为我 我接受处罚 行 那就罚你 和陈俊 一起放两天假 谢谢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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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 休息 走了 走了 谢谢所长 叔叔 莲莲 嗯 天醉也多不多呀 天醉也不这样做 那我们回家 先 叔叔你怎么了 爸爸 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 没事 咱们回家吧 走 走 哥哥 你看我这道题 做的对吗 哥哥 我来看看 姑姑 您是不是有什么新事啊 我能有什么新事 这要听吗 我先接个电话 喂 所长 跟你说个事 您说 我听说 图您提前释放 我回来了 妈妈 云天 怎么了这是 她放出来了 你已经睡了吗 睡着了 嫂子 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 可能真的是图名 你说 她会不会 真的来报复我们 嫂子 你别怕 这不是还有我吗 这个事儿 咱先别跟爸妈说 免得他们担心 你也赶紧休息休息 去休息了 我就先走了 不是 不知道 去压紧啊 她曾经规 Mul 就是 吃 天 Qu긋 如 air 我 如 带 quero 付 这孩子怎么不接电话呢 难道先回家了 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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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嫂子 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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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灵灵找不到了 我得赶紧看看什么情况 我跟你一起去 老师 灵灵是不是还在学校里 没用啊 我看着她出去的呀 老子什么情况啊 今天我们是按时放学的 每一件孩子有什么异常啊 老子 你先别着急 这孩子是做24小时才能报警 咱们先自己找找 这情况特殊啊 她都被放出来了 万一 陈建 你先陪着我嫂子在学校附近找找 我回所里跟所长汇报一下情况 行 那你先回去 我和嫂子分头找一下 时钟几个小时 快两个小时 这样 咱们分头行动 小刘 你协助李怡婷调取学校周边的监控录像 再多派几个人过去找一找 务必要把孩子找到 是 如果24小时以后还找不到孩子 寻找图名 是 谢谢所长 谢谢所长 那行 你们去吧 喂 嫂子 回家了 行 我知道了 零零回家了 那赶紧过去看一看 行 零零 你去哪儿了 她说跟同学上山玩去了 这都要期末考试了 你怎么还这么贪玩呢 零零 你今天到处乱跑 把妈妈跟姑姑给担心死了 你知不知道 你听姑姑说 以后你要是去哪儿 必须提前跟我们说清楚 知道吗 行了 嫂子 这孩子回来了就行了 这么晚了 给他做来吃的吧 没有 以后放学 没有家里人去接你 你一定不能自己回来 如果遇到陌生人 更不能跟着一起走 特别是不认识的叔叔 知道吗 妈妈跟你说这些话 你要记到心里 好啦 没事啦 妈妈娘跟姑姑 也是为了你好 知道吗 咱们写作业吧 先作业做不做 好 好 好 回来了 啊 林林没事吧 没事啦 今天谢谢你 说 你还这么客气干啥呀 这都快成一家人了 不是 我是觉得你们太紧张了 我查了一下 那个图名啊 他是减刑释放的 他十年以前说要报复 没准就是一时嘴硬 再说了 这都已经接受了十年的劳动改造了 人是会变的 但愿如此吧 那是对的 你得紧张 合递 你得紧张 我 kisses你 去哪儿咱在早上 那不过去哪儿啊 这怎么好 好吧 咱们的 我也就行 又快иком 不然 我是吧 你 别急 啊 你别急 哪儿 人家 玲玲 还没洗好啊 还没有呢 快点洗啊 反正要考试了 睡觉之前再看看书 看看英语吧 妈妈 我今天有点累 想先休息了 那快了就先休息 明天早上起来 嗯 玲玲 不要怪妈妈今天批评你 只是你今天这样 真的很让妈妈担心 以后不要这样了啊 好 我知道了 走 早上你放心吧 玲玲我们接到了 好 通明 站住 这 哎呀 这哪儿啊 干什么呀 你说我干什么 我也没办法啊 通明 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休想伤害玲玲 我没伤害她呀 哎呀 姑姑 这个叔叔她不是怪人 说吧 说吧 跟着玲玲 做什么呢 我真的没有杀害那孩子的意思 你知道她谁吗 玲玲 你看啊 现在是在派出所 有这么多叔叔阿姨保护你 你跟姑姑说实话 我 我 我 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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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玲玲 没事了 幸亏赶到她及时 现在人在审讯室呢 玲玲 我是怎么叮嘱你的 你万一被坏人害了怎么办呀 干嘛 那个叔叔她不是坏人 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坏人 她是傻子你爸有个凶手 你说你没有伤害她的心 那你平白不过跟人家小姑娘后面干嘛呢 这一路 我说了 你们会信吗 你最好老实交代 别跟我这耍花样 你都坐了十年牢了 还想二斤工是吧 我是坐不牢 可是现在我没有伤害任何人 我有什么好交代 嘴硬是吧 好啊 凡事讲证据嘛 我们现在扶灭你 但是 你要是赶紧半点害死这些 绝不轻饶你 有姑姑打灯你了 有姑姑打灯你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只有跟我们说了实话 妈妈跟姑姑才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是不是 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她真的没有伤害我 莲莲 你跟姑姑说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说实话 就是上次你们找我的时候 上次我见过她 你见过涂苗 发生什么了 我 到底怎么了 你 你在干什么 你是李小梁对吧 听说 你姑姑是警察 那如果我们现在欺负你 你姑姑过来救你吗 放学以后 乖乖地跟我们走 不然 你走了 看完了 看完了 走 你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你姑姑抓了我男朋友 现在还关在少管所 这事 你说怎么了 是她自己偷边的摩托车 撞了人还肖势逃逸 她 她就有自询 是吗 那如果我们把你的照片 发到网上去 你是不是也是就有自询啊 你 你把她拿给我删了 我打 救命 消息老手 救命 救命 你们在干什么 走 走 小妹妹 你没事吧 没事 当时同事欺负我的时候 幸好那个叔叔 及时出现 救了我 妈 那个叔叔 真的是杀死我爸爸的坏人吗 或许是我们真的问负人 但是 我还是不放心 明天我去学校 如果灵灵真的是被欺凌 那她应该也没说谎 下等了张欣来了 啊 那黄欣一怎么没来 她现在生病请假了 生病 那行 你先去上课吧 好的 三星 你是不是欺负了初衷的灵魂小灵 我没有欺负李孝灵 把你手机拿出来 干嘛 警察阿姨 手机里面有我隐私 像什么给你啊 是 隐私 但是那也是证据 如果你们的手机 真的偷拍过 灵灵的不雅视频 或者照片的话 就算你们已经删除掉 我们也能通过专业的手法 给恢复过来 念在你们还是未成年 现在在学校里面 把拍的照片和视频 删除掉 然后 跟灵灵道个歉 一次继过处分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要不然 只能走司法程序 你们一定会受到 最严厉的惩罚 三星 我希望你敢做敢当 马上你就命令高考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你考大学 只要你很承认错误 学校可以给你重新处理 我没做错 行什么处理我 那行吧 校长 看来我还是得把孩子 带到所有区做调查 那行 走吧 我没做错 平时没拍手 你做没做 咱们去了所里面 就一清二楚了 走吧 行 是我做错了 是我欺负了李小玲 为什么呀 就行他有一个 当警察的姑姑 就可以抓我男朋友吗 就因为这个 来来来 现在坐 我站着就好了 坐 坐 现在出来了 要好好计划一下你的生活 啊 小玲 见 接了 接了好 我现在 真的没脸去见你家人 这十年来 我一直在开国自行 想重新做人 我知道 你在狱中救火 逼了二等功 牢里有人欲望打群架 也提前上报 还考了会计证 学了心理学 被三次减刑 当年 就因为感情的小事 我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真的是十分的后悔 讨厌 讨厌 小玲 崇平 你怎么来了 她是谁啊 你谁啊 我是她男朋友 是这样吗 还不是 孙汤一直才是我的 不是 小玲 你说过 你要跟我结婚的 听见了吗 小玲心里 只有我一个人 也不杀朋友 要照着自己 是你老缠着小玲不放 再缠着她不放 小玲 老子大碰你的头腿 小玲 小玲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没有你 你不能走 我把我所有的钱 都给你了 那你能有什么钱啊 你别瞎说了 你走 小玲 你怎么给老子 识相点 我去你嘛 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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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过驾驶在骚扰 你就告诉我 你看我怎么瘦的 小玲 小玲 你 你 你疯了吗 这个臭表情 你给我戴绿帽子 骗我的感情 骗我的钱 我告诉你 今天谁也别在乎我 小玲 别跑 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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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这十年 你家人一直生活在痛苦和不安之中 就怕你出来以后 再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来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亲近一切 来弥补他们 王所长 能不能求您件事 你说 他想当面给你们 做一个迟来的道歉 我们不接受 这对我们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他只要不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过得安稳一些 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同意妈说的 就算她道歉 人也不能死而复生 都过去十年了 我们内心好不容易平静一点 不想再被她打扰 王所长 请遵循我这儿 就让她离我们远点 尤其是玲玲 那好吧 不过看起来 她确实改过自新了 你们也不必太紧张 话我带到了 尊重你们 那我就先走了 我送你 王所长 孩子的心里啊 你们还是要多做书的 尤其是玲玲现在长大了 懂事了 你们不要避讳这个事情 要多和孩子勾搭 这也是我现在担心的 但是我总觉得 得找一个最合适的机会 跟她说 我看既然玲玲见过图名了 不如借此做个心理建设 谢谢王所长 你哥是我招进来的 虽然我是他领导 但我们在一起共事五年 我对他的情感 就像家人一样 时间一晃 你哥都走了这么多年了 家里有什么难事 你只管跟我说 你已经帮我们很多了 我相信 我哥的在天之灵 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走吧 走吧 妈 儿子不孝 没听最后一面 我的没见成 我后悔 我真的很后悔 做了那些事情 你放心 我一定改过自信 好好做人 老板 吃饭吗 我不吃饭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儿还招人吗 哦 不招人 不招人 吃饭吗 你看我这手 我伤口都愈合了 你还不弥补我 什么 不是说好了全部吃火锅的吗 哎 那人怎么了 去看看 这 这不是毒明吗 哎 发烧了 要不送他去医院吧 走吧 走吧 就该拦着我 这个又可恨又可气的家伙 就就不该管他 作为警察必须管 他可是杀你哥的凶子 他已经受到惩罚了 你不恨他吗 恨 恨有什么用啊 只会让我自己更痛苦 要不 要不原谅他 累了吧 有点累了 坐这儿休息 谢谢 谢谢 姑姑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可以跟我说说 少佛爹 我可以帮帮你呢 你这个小屁孩 你懂什么呀 姑姑 我都是初中生了 就别抱到小孩子看了嘛 还是小孩的好 你看 童话世界 无忧无虑的 其实呢 小孩子也有忧伤 小时候尿床 怕被妈妈骂 长大了呢 又怕考试考不好 那我们连练有什么忧愁 也可以跟姑姑说呀 其实呢 我就是希望你 还有妈妈和婆婆爷爷 都能开心一点 我知道 你们都很爱我 都在尽全力地保护着我 因为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 我们就害怕 同学在学校提起爸爸 其实姑姑 我能感受得到 爸爸呢 他一直在我的身边 保护着我 所以 我跟其他孩子一样 我也有爸爸 而且 我的爸爸 还是个英雄 我 我们连练都那么小 说明连练真的长大了 而且姑姑 那个杀死我爸爸的人 他这辈子都不会安宁的 所以呢 也没有必要 让他打扰我们的生活 只要 他不再是坏人了 而且 他没有伤害我 还保护了我 那他应该 就不是坏人了吧 你 你 李廖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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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别走 进来 王嫂 我叫您说点事 来来来 坐下坐 哦 我想查一下图名的档案 怎么 他得归我们侠俱馆吧 嗯 我是觉得 他一没有住处 二没有工作 如果我们不管的话 那他 这两天我正在考虑这个事情呢 他毕竟是个杀人犯 很多地方都不敢用他 你怎么突然 是那天 我在做林林的思想工作 那孩子说的话 触动到我了 孩子说什么呢 林林说 图名应该不是坏人 或许 孩子的眼睛 应该是最清澈明亮的 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哥了 他对我微笑 和我敬礼 虽然李嘉仁至今也无法原谅图名 但身为警察 李怡婷愿意给图名以此改过自信的机会 来来来 李嘉仁 请过去 辛苦你啊 装着考一趟 实际上 我们这儿现在试差一个会计 但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人啊 嗯 你知道和我们有点顾虑 是 他之前杀过人坐过牢 但是他在牢里也救过人 还被三次减刑 他那会计师资格证也是没有问题的 话是用说 但是 他毕竟杀过人 没想 在我们地方上班的话 别人知道也会杀案犯 不是很好啊 他之前杀的人 是我哥哥 就是轰动一时的杀警察案件 哦 那事我知道 可是他杀你哥哥你还 我是警察 而且 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如果一个坏人 想要成为好人呢 我们要是给他机会 这就是给社会基伏 如果我们一直把他当坏人 那他可能永远都是坏人 所以 希望你们能给他一次机会 嗯 行 李嘉仁 给他这么说了 那这样吧 嗯 我们就会呢 开个会 大家再讨论一下 好吧 听得了 太感谢您了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行 我先走了 好 再见 不错啊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我女儿我女儿一晚上都没回来了 你快点帮我找找啊 您别着急行不行 你这么说 哎呀 我一句有用的都一句都不少 哎呀 你快点去帮我找找吧 我女儿那一晚上都没回来了 我什么时候不说的呢 再点就到那笑什么 听起来 他女儿失踪了 着急得很 您别着急 孩子一定会帮你找的 什么情况 你慢慢跟我们说 是这样的 我不是生意忙吗 这几天就忘了给他打电话 他平时就要玩得再晚 他也是晚上都回来的 前天晚上我出去打麻将去了 他回来都晚了 我就没太在意 但是昨天晚上 他一晚上都没回来 你快帮我找找吧 行 那您孩子叫什么名字 他叫张兴 在华春中学读高三 张兴 哎 我就是欺负玲玲的那个同学吗 哎大姐 他是不是还有个好微秘叫 黄思雨 对对 之前他在学校里 欺负低年级女同学 学校给他处分 叫家长过来 这父母说都在忙 还是奶奶来的 我们确实忙 忙着打麻将的吧 这平时不是他买的带吗 带的挺好的 哟 您管他叫带的挺好 哎呀 你们快点帮我找找孩子吧 您放心 孩子我们一定会找的 昨天晚上 我见过那个孩子 你见过 跟着一个男孩 骑着摩托车 看他们两个关系 应该就是他男朋友吧 你查一下 王正是不是出来了 你怎么来了 王所长他找我 查到了吗 嗯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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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怎么又是谁呀 欣欣 你怎么这么不吃羞耻啊 我到处找你 走 跟我回家 放开我 你不是忙吗 不是打麻将吗 你忙你的 管我干嘛 你这孩子 走 回家 你们干嘛呀 你们再这样 我搞你们失所名仔啊 完整 好久不见 你知不知道 你们这是非法同居 谈恋爱理清我愿的事 这也违法吗 小子 知道诱拐为成年少女 什么罪吗 不关他的事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他没有诱拐我 王超 我记得你今年十八岁了 你这是个成年人啊 你知道张欣今年未满十八岁吗 你如果再进去的话 可就不是少管所了 要不跟我走一趟 跟你普普法 你说说你啊 三更半夜的不回家 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你像什么样子啊 大家都在来找你 你说说你 哎 哎 别说 大估计我就跳下去了 我是不会跟你回家的 新人啊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 啊 你把我身下来管过我吗 哎呀我们怎么没管你啊 每个月给我和奶奶生活费 就在管我了 妈不打麻将了行吗 你下来 江欣 这边这么多人看着呢 有什么 我们下来好好说 我就想找个能关心我 能真正给我依靠 能跟我安全感的人 好 小姐 其实我们都不能理解你 你现在还年轻 以后的路还很长 来 听话 咱们下来好好说 走开 别再是假惺惺的 你不是想抓我吗 玲玲就是被我给欺负的 有本事 你帮我抓进牢房 新儿啊 你快下来吧 你看 这么多人看着 多丢人呐 你嫌我丢人 你生我干嘛 你嫌我丢人 我就死好了 哎 哎 小姑娘 你等会儿 教授 别跳 我跟你一块跳 大叔 你要跳别处跳 你跟我说凑什么热闹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呀 早就想死了 不过呀 我就是怕过那个鬼门关 不过今天预计可好了啊 有你陪我一块 来吧 咱们一块跳 神经病呢 我该怎么办呀 我怕他一出这个盘处署 他又去跳跳 这这 大姐 你放心 我们跟他沟通过了 这孩子呢 性格是有点叛逆 但是我觉得 他休息一下 一定会好的 这 这能行吗 这 要不 让我去跟孩子聊聊 你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 看了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书 本来呢 是治疗我自己的 我今天观察了一下 孩子现在是有逆反的心理 你们这么劝 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你是老改犯 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刚才还救了我女儿 要不 让我试试 那就试试吧 你做什么事呢 我还是个杀人犯 好了 你要自己死 别拉我 我活得好 真的 你觉得你现在活得挺好 爸爸不疼 妈妈不爱的 我好歹有这种梦 这个 就是他说的 心理学 就是见走偏锋嘛 不按常理出牌 或许就是好牌 这也怪我们 平时对孩子关心太少了 你还挺知足的啊 你 你为什么杀人啊 一念之长 冲动 那你就会做完了吧 既然给了我 重新做人的机会 那我肯定得做一些 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 做了一时的坏人 但不能做一辈子的坏人 所以 你不能拿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你自己的 我没想真实 我就想下午杀伏他们 他们大人不负责 我们小孩犯了错 就只知道职责 有用吗 那你有没有 好好地跟你爸爸妈妈谈过呢 哼 不是忙生意 就是忙着打麻将 我要去就给我了 其他事情 他们也没想过 说了不是打就是妈 我也想跟他们过头 都是我们的错 都是我们的错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你的爸爸妈妈 心里是爱 关心你的 要不然 你妈妈也不过来找你啊 你检查派来了 这么跟你说吧 我高中毕业 就去社会上家会 一事无成了 后来 找了个女朋友 她真的是伤透了我的心 所以 一时冲动 我杀了她 在监狱里 我也不知道以后 该怎么活下去 在这个时候呢 监狱长给了我一本书 从那以后 我每天呢 都用大部分的时间来看书 十年看了一百多本书吧 当然 这看书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书里的内容 它能使你豁达 能够让你纠正你自己错误的人生观 你看 你现在小小年纪 就出去瞎混 以后只能成为 这社会最理层 没人瞧得上人 当然我也相信 以后 你会有自己的寒意 你总不希望 它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吧 你也不想要 如果是在这儿 你也不想要 我看你 爸 妈 送给你们了 尊敬的礼父礼母 您好 我叫同能 是十年前 因一时的冲动 给您儿子及家人 造成了无法绑回的 创伤和痛苦 让我这一辈子 都无法原谅自己 在此 我特向你 这一深深的盗窍 永远的罪人 他们来自成员的 我们来自成员的 市场上年月